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咱们书不要麻烦,闲言少叙 咱们就直奔主题,继续讲着金川之战的故事 这大清高宗,乾隆皇帝一征金川 那咱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 这乾隆皇帝信心满满 派了自己的小舅子,精略大学师附衡 来到金川前线督战 为的就是啊,这一举踏平金川 好,一选呢,乾隆啊,用张广四,用乐钦不当的施力 熊啾啾气昂昂,这傅恒父军们 带着这大军来到了前线 哎,刚到前线不久,这泄气的事就来了 这乾隆皇帝啊,开始一道圣旨,一道圣旨的 催促啊,这傅恒回京 先是呢,给这傅恒刷骰,一通表扬表彰 然后啊,就是加官进爵,赏贷双眼花灵 紧接着这划分一变呢,哎,就跟傅恒说了 让这傅恒啊,把这个军队里边的所有事宜 交给这个岳中旗和这个富尔丹两位老军们 让他要火速回京 一开始啊,找的理由是这样的 说这个金川无非弹丸小弟 这叛乱之人啊,贼囚贼手,沙罗奔朗卡等人 也无非就是跳梁小丑 京略大学士傅恒是本朝第一重臣 哎,当然了,前份啊,有一个第一重臣来着 谁呀,哎,上一个京略大学士乐清 不过这会儿啊,因为打了败仗一物金鸡 已经甩了,甩了,咱们就不提了 所以傅恒是现在本朝第一重臣 这京师里呀,等着他干的事多了 哎,怎么能啊,把这第一重臣就搁在这个金川前线 在这个丹丸小弟,然后与这个跳梁小丑周旋呢 所以说兄弟,小舅贼,你家来吧 这儿有更重要的工作等着你呢 说实话,这会儿傅恒可不这么想 这傅恒啊,一开始认为自己的姐夫乾隆皇帝 就是犯了所有坐镇在京师的皇帝 基本上啊,都会犯的错误 就是小心眼啊,不放心守握着重兵在外打仗的重臣 这会儿啊,保不齐朝里啊,还有一两个小人挑唆 所以说,才急急忙忙的,要把自己调回到京师 他认为这皇上也就是说说 过几天啊,这个龙岩一改啊 没准让自己继续在金川指挥战斗呢 可是啊,让这傅老六奇怪的是啊 哎,这会儿的这乾隆皇帝的态度很坚决 这圣旨啊,一道道的又发到了金川 内容无一啊,都是让他还朝的 紧跟着一方亭记明照啊,就发到了金川前线 与军机大臣等,朕私用兵一事 总系从前不至其难 错误办理,今以洞西实在行事 定计撤兵 另有御旨即发,照经略大学士复衡还朝 这道明照里啊,这皇上啊,还有点检讨的意思 他说呀,朕公我呀,原来把这战争的事啊,看清了 现在仔细想想啊,好像没那么简单 所以说呢,咱们知错就改 让这个金略大学士还朝啊 咱们好多事商量商量 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紧接着这第二道上狱啊,又来了 金略大学士复衡自体军营 既诸葵一曲,可雕卡,军卫大阵 贼囚穷处求强 金略大学士,志气铁灭种类 与其各路兵到其一举荡平 不肯允祥,朕私唇尔穷翻 何族乌我辅志 既已起降,允一网开三面 且金略大学士心屡重臣 久劳于外,朕心十不仁,以降召还朝 暂乡几乎所有纳祥事宜 命川都侧棱,随意卓办 这前边啊,还是假借 关怀这个傅恒的身体 说这个担心呢,这傅恒啊 在这前线过于劳顿 朕心呢,实在是不忍 况且呀,这大金川的土司沙罗班呢 已经起降了 这傅恒大学士呢,他觉着 分蛮心思不定,贼分善变 所以呀,不能接受他们的投降 就等这个大军到齐了之后 一股作气,荡平惊穿就完了 可是皇上什么意思呢 皇上的意思表达的也挺清楚 朕思啊,于耳穷翻 就是朕想了,这帮跳梁小丑啊 用不着咱们朝廷的斧子 去砍他们的脑袋 这样啊,咱们的宝刀啊 还被污化了 所以说呢,他要投降 就让他投降算了 咱们网开一面呀 也想着咱们天朝啊 他有气魄 你呀,赶紧回来 把这些事啊 交给这个四川本府的这个文臣 哎,让策棱办理呀 我看就行 哎,完了吗 没完 紧接着这第三道明旨 又下了 用于朕以降旨办事 其东三省兵丁上尉道营者 驻由原路撤回 领兵之副都统 侍卫等 奉到此旨 沿途严加约束 不得滋事扰民 哎,这后边的几句啊 都是废话 哎,冠冕堂皇的话 这前边的一句才是最主要的 说这个没到金川前线的各省兵兵啊 不要去了 原地掉头返回 也就是告诉傅衡啊 你等的这个各省大军 盗其一举 揭灭金川 这各省大军呢 盗不齐了 直到这个时候 这傅衡才真正理解到 这皇上啊 是确实要从金川撤兵 哎,这从金川撤兵的决心呢 给自己展示的 已经是淋漓尽致了 不过这会儿 傅衡傅老六的心里啊 还是有自己的打算 哎,他还是有自己的盘算 这傅衡琢磨着 即便是撤军 我也得在前线 干出个动静 干出个险来再撤军 也不能就这么着 灰头土脸的回京师 我想啊 现在大家的疑问呢 都在乾隆皇帝身上 这乾隆皇帝到底是怎么了 受了什么样的打击了 他才啊 由这个原来信心满满 一股作气要荡平金川的决心 改变成啊 为头为尾 让这个亲命 吴省经略 傅衡大学 实施立刻班师回京 其实啊 这一句话 点醒梦中人的 是一个小官 什么官啊 四川不正史 这个人啊 叫高岳 在接到高岳这封奏折之前啊 这乾隆皇帝还一直认为 自己啊 是家大业大 趁的是洋辣 哎 举全国之力 打你这么个小小的金川啊 费不了几个钱 等到这个高岳 给乾隆皇帝算完账之后 这乾隆皇帝才知道 什么叫做锦正啊 嘿 他不够漫花的 这四川不正史 高岳这篇奏折呀 上来之后 不申请啊 也不拍马屁 直接就给皇上算账 他说皇上啊 您知道吗 这个四川用兵啊 乐钦张广四 在四川的时候 这个臣我呀 往前线运粮食 每个月 就要运两万一千余弹 这两万一千余弹 粮食运到前线之后 没复约 就是一个月的大军口粮 如今呢 这亲命经略大学师傅衡 带着这个军队呀 又来四川增援了 这一下子个每个月呀 还得加两万多弹的军粮 咱们做的这个作战计划呀 停机到这个四川 我已经看了 您觉得呀 到了十四年的五月份 咱们呀 就能够结束这个金川的战斗 当然了 这只是一个规划 现在呢 是这个乾隆十三年的十一月份 如果说从十二月份到明年的五月份 我算了一下 咱们得需要多少粮食呢 差不多呀 是二十五万弹 只多 不能少 这账啊 要是按您的计划 打半年呢 那还得花银子 就得花八百七十万两 如果要是稍微撑一撑 再打六个月呀 那就得再花银子 一千七百四十万两 咱们大清国这一年呢 所有的税收加到一块 笼共是两千九百万两 前朝雍正爷费了牛进了历经图治推行新政 什么官身一体纳粮 火候归功贪经乳母 费尽巴拉的给您攒下了两千四百万两银子呀 在国库里躺着呢 这一场金川之战下来呀 我们不光花光了所有年岁 这雍正爷攒的钱呀 我们已经开始动用了 皇上呀皇上 您自己算算这样打下去 您还有多少钱忘礼天 OK 您算完了这个钱的账啊 咱们再算算这粮食的账 这四川一省啊 本来就是鱼米之乡 出产粮食的量啊 很高 您在金川打仗啊 所有的挑夫民夫 必然是得从这个四川一省征教 哎 即便说往外扩呀 也就是啊 再用一些陕西的民夫 这些陕西民夫呢 也无非就是啊 住在这个秦岭以礼的 这民夫一备争走 地里自然就是没人干活 这川米若是收不上来呀 皇上这事大了 您不要以为啊 就是四川一省的米欠收 这川米啊 顺江而下 哎 到了这个江浙一带 同这个江浙出产的米啊 一同发挽全国 这天下人只吃鱼航产米 且不知 这鱼航的米啊 有一半是产自四川的 这四川绝收啊 就导致这全国米家上涨 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 这皇上您不用我细跟您说了吧 还有一点 这大军所到之处 哎 这个直立陕西 加上河南 各省的驿站呢 也要征集民夫 为前线服务 这样一来呀 地也荒了 没人种地 粮食出产少 粮食自然就涨价 川米绝收 各省粮食又欠收 我看这场人祸呀 马上就要凸显出来了 这是钱 食和行 接下来呀 陈再给您落点番外篇 咱们再说说 咱们西南各部的少数民族 华尔廷也知道 这西南少数民族 自古以来民风彪悍 心呢 本来就常有异动 这心思啊 本来就在反与不反之间游离 为什么这么大的一片地区 就只反了沙罗奔呢 因为呀这大小金川地区呀 这地势气候实在是太恶劣了 这些个贼囚啊 争夺一些地盘 也无非就是让自己的族人 生活的更好一点 其他生活在云贵川的少数民族啊 无非现在呀 皇恩浩荡 庚者有其田 居者有其屋 所以说呀 才不和这沙罗奔一起 拉大旗扯虎皮的造反 谋逆 您看啊 您这个为了打大小金川 今天呀 争点黑锅锣 明天呢 又争点这个苗栋兵 长此下去呀 这些人家里的田地荒废 要是吃不上饭了 嘿嘿 这西南各地的形势啊 想想那简直是太可怕了 这一句话不要紧呢 那简直就是惊醒了梦中人 乾隆皇帝仔细琢磨了一下 那完全就是这个道理 这就是这乾隆皇帝 执意让傅恒撤军的原因 那前文书咱们也交代了 这傅恒是执意的 不会这么轻易的离开前线的 那么这傅恒 傅老六在最后 还会做出什么样的军事举动呢 哎 咱们明天接着聊 咱们再试试 咱们再试试